過去黑暴經常列造假消息煽動群眾仇警 新屋嶺性侵事件近全足一年 但隨著有造謠者被法庭定罪 相關謊言中被撤破 中大女學生吳奧雪去年10月在中大校長對話會中 酷訴是新屋嶺被警員性侵 軍動傳承 不過吳奧雪後來有改口說是攜衝警署被性侵 其後他被揭發芳華連篇涉嫌造謠誤道公眾 他亦曾經承認以不同身份現身 與龍小姐、S小姐及S同學等 去年9月初原來他曾經化名龍小姐 出席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所舉行的記者會 當時聲稱在葵聰警署被性侵 港人港地再跟進事件向毛孟靜查證時 對方竟然扮失憶 關於龍小姐的個案 龍小姐早前在葵聰警署被性侵的龍小姐 你協助她的龍小姐 你還有沒有跟進那個 協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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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她在9月份開了一個記招 關於指控警方在葵聰警署性侵的龍小姐 你還有沒有跟進那個案件? 沒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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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叫她報警之類的 當時就是這樣跟她說 有人說她是吳豪雪 有人說吳豪雪就說她 涉悟到公眾誤會了她是新屋嶺的性侵受害人 你怎樣看這件事? 我記憶中在那個記者會那裡 她說明不是新屋嶺 她沒有說是新屋嶺 當時對話會就說是 之後那個校長對話會上 她就聲稱自己是 校長那裡我真的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向你證實她就是誰 就是A就是B 你怎樣看她說她 有人說她不到 我不可以評論別人個人的事 毛孟靜去年高調陪同所謂的 受害人開記者會控訴警方 如今年求助者都不記得 性侵事件是嚴重事件 毛孟靜身為立法會議員 當有受害人求助 不是應該先查明真偽嗎? 翻查資料 毛孟靜曾經在社交網站上 轉載吳豪雪在中大對話會的相關報導 現在受害人被指造謠她又突然失憶 作為負責任的議員 收到求助個案不用查證嗎? 開完記者會就算不用跟進嗎? 是不是查作員及證後 就可以將求助人用完即棄 還是另有政治目的要協助鼓動黑暴運動呢? 要性侵受害人站出來指控絕不容易 吳豪雪當日無據以真面目示人 為何至今都沒有報警呢? 為何一直拒絕提供實質證據呢? 何又為何要黑葉橋莊不同身份作控訴 究竟目的何在? 但肯定的是 吳豪雪的舉動令新屋寧性侵事件被推到極致 亦都為他部推波助瀾 將香港推向深淵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consultants 捕移動